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找不到另一半吗? 关键可能在于你不够喜欢你自己 在社群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喜欢真有 他会写着说,啊我就是在这边想要认识人 我的身高体重啊,或是我的兴趣嗜好啊 我的年纪啊,那他就是会展露出一种很卑微的姿态 说,啊我长得虽然不是很帅,我长得不是很漂亮 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嫌弃的话,可以跟我认识一下 或是像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朋友存在 他对自己就是非常的没有自信 你问他说,诶,那个人对你有点好感啊 啊你为什么不跟他就是约会看看呢,或多认识一下 他就回你说,我长这样子,他最好会喜欢我 拜托,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呢,就是外形很不OK 或是我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他 我若真的跟他约会,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样子,你听到这种言论的时候呢 其实中间有个核心的概念就是 他们对自己就是不够有自信,不够喜欢自己 今天就要聊聊这个主题 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 一就是,你得先喜欢你自己 别人才会喜欢你 因为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 而有趣的是,这个自信呢 它是会散发在你跟别人在应对的时候 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会感受到你这个人到底 你对自己是否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你这个人 还是你其实是蛮讨厌你自己的 而这边是很难被恋化的 你无法说,他的身高多高或他多矮 他就会对自己没有自信或是不够喜欢自己 很难去做个判读 但是他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感觉 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一个人喜欢自己跟一个人不喜欢自己 你在跟他应对进退 他的回应跟他跟你讲话的眼神 他整个人的肢体动作 你是可以嗅到的 那如果他连自己都觉得说 我不足够被爱啊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啊 我没什么好被别人喜欢的 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 他连讲话的内容 就是你跟他示好 你跟他要电话 他都会说 我长这样子 你怎么想跟我要电话 可是我很胖 我的学历不如你 你是什么名校毕业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的人 那你自己在跟人家讲话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自己去讲出你的缺点 或是自己散发出 你就是第一台一节 那你在说这些东西 或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行为表现 就会影响到对方在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的叛赌说 对呀 你都自己说你不OK 你都说你不够好 那我还要真的跟你继续的认识下去吗 或者是他刚开始可能是怀抱着 你可能不错 有很好的幻想 但跟你实际相处之后 他发现你是个超级没有自信 超级不喜欢自己的人 那他当然久而久之 他就会把你放在说 好 你自己都这样说了 那我干嘛要认真的去对待你 很重视这段关系呢 那有时候连那个思想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你可能讨论到一些议题 你也不认同自己的想法 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自信 你也不喜欢自己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他讲的才是对的 你就不敢 捍我自己的权益 或者不敢起身去说 我觉得你说的那是错的 你明明知道这是错 但你不敢讲 或是严重一点 你会认为 我就是不相信 我自己可以拥有幸福啊 我不值得被喜欢啊 那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对方怎么可能会想跟你交往 怎么可能会想跟你长远的认识下去呢 所以第一点就是 你得先喜欢你自己 别人才会喜欢你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 就是二 有些人他对自己的外貌 自己的学历 或是自己的学业 你可能还是学生 你可能觉得说 我怎么匹配得上 我们学校的那个自由神呢 那个他是长得这么漂亮呢 他要是我们班的第一名 那我是个学渣 他是学霸 我怎么可能可以追得到他 那以前那种偶像剧就有种剧情 或是反过来 男生可能是高富帅的帅哥 那你本身只个小职员 薪水收入身家背景差太多 即便这个男生 可能根本不在意 你的身家背景 或是你的收入 但是你内心就会有个坎 就是说 我高攀不起 我才不要 就是自己想要 飞上枝头当凤凰 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那就更不用讲 年纪这件事情 所谓的老少配 不管是哪一方 年纪比较大 他都会掉入那种 我就是年纪比较大 他这样子跟我在一起 他会不会委屈了 或是他会不会 长远走下去之后 他会不会 看上更年轻的人 就会想跟人家跑了 所以这些上述的 不管是外貌 学历 尤其是工作 或是你的家事背景 或是你的收入 你的年纪 这些你自己画的自我设限 很容易就让你掉落说 哎呀 他跟我认识 他跟我相处 我很像永远都只能够低他一截 因为我年纪就是比较大 我就是赚的没他多 我就是外貌长得很普通 或是我们家出身情寒 但他们家是中产阶级 或是他们是有钱人家 那你在跟他暧昧约会的时候 你就永远觉得说 很像我要多做点什么 或是我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我这个缺憾 就会变得唯唯诺诺 甚至很委屈求全 而这也是所谓的 为什么你找不到另一半 有可能就是你不够喜欢你自己 现在第三点就是 当你深信自己足够好的时候呢 你那个吸引力 它自然就会散发出来 反之 如果你真的打从心里 就是看不起自己 你就是很讨厌自己啊 不管自己外貌 或是你连个性都讨厌 你就觉得我是个孤僻的人 我就是个难搞的人 但难搞的人也可以很有自信 但有些人的难搞 他会觉得因为我的难搞 所以我自知 那我就不想去影响到别人 我不想要让别人觉得 跟我相处的时候 要去遵守我的规定 但有些人的难搞 他会觉得说 没关系 我就是很棒 所以你要来遵守我的SOP 你懂吗 光是难搞 你有自信跟明自信 就会落差这么大 那根本不用讲 你在外貌上面 你的个性上面 或是你思想上面 只要你认为 你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你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一种 他很像很棒哦 我跟他相处 很像他的这个点 这个缺点也可以转化成优点 但反之 如果你都认为这个缺点 就是个最大恶极的缺点 那我干嘛还要跟你在一起呢 所以在爱情里面 如果你很有自信 你也很喜欢你自己 你就不会爱得我去求全 你会爱得很勇敢 你不会想要将就 你觉得我够好 我干嘛还要 为了你去做任何的妥协跟将就 那遇到一些不好的人 或是渣男渣女的时候 你觉得说 没关系 我一定可以遇到更棒的 那你就走吧 但如果你今天反过来 你今天是一个 相对而言 对自己没自信的人 或是你就是觉得 我好像没那么好 所以你遇到一个不好的人 你也会觉得说 但是他这么不好 我比他更不好 那我如果现在离开他 我是不是找不到下一个人 或是他难得有人施舍一些爱给我 那我是不是要好好的珍惜对方 即便这个人是很渣 他还会认为说 我匹配不上对方 他会爱得像颗尘埃 那这样当然就非常的不吸引人 接下来第四个关系说 为什么找不到对象 有可能就是你不够喜欢你自己 原因就是你要自我认识 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跟修正 当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 你很容易掉入那个不自信的心态里面 或是认为说自己都不够好 但这个不够好 其实如果你有个转化的开关 你就是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认为我不够好 我现在体态不好 我的痘痘问题 或是我身上有一些问题 是可以去做调整个性跟机车 这是有赖于你自我察觉 去发觉说 我原来在感情之中 这些是我的软乐 或是我会因为我这些不自信 去影响到我跟别人的相处 你去发觉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去做调整跟改善 你就可以去做自我提醒 刚刚讲的外貌的问题 或是肌肤的问题 或是个性的问题 甚至是学经历的问题 你只是觉得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事实上可能别人根本不在意 就是年龄差之类的 但你可以去做调整 那个调整就是 你可以从自己做起 然后外貌这件事情 你如果觉得 我就是想再说一点 就是做减重 去健身 皮肤去做保养 那如果是在相处上面 你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就不要太多贬低自己的话 在跟别人应对的时候 不要流露出太多 让人家觉得说 我很像很没自信 或是我一直自我贬低 说可是我外貌不佳 可是我的工作什么 就是有一搭没搭的 这些话就不要讲 所以你得先去自我了解 去做点修正跟改善 在相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像对方看待你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差了 或是他跟你相处的时候 会觉得你很像也是不错的 所以有时候 那个自我的察觉是很重要的 好了 今天就提供大家四点观看说 找不到另一半吗 关键可能在于 你不够喜欢你自己 提供给你做参考 中文我要推荐一间 位于首尔的美食 叫做Joe and Dawson 这间店呢 它是位于宏大附近 就是你坐地铁到宏大 下车之后 走路大概十分钟 就可以抵达 它是位于远南洞 这间咖啡厅呢 虽然它主打是咖啡厅 是贩售咖啡啊 什么奶茶啊 一些茶饮等 但他们家的招牌菜 是法式吐司 他们的法式吐司呢 真的是现点现做 你一点了之后 它在你面前才会开始 把你拿进去烤箱烤啊 然后加粉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还是要等待一阵子 才能够上菜 我那天去呢 因为我提早去 它12点开店 那我就听到很多人都说 要大排队 建议说如果你想吃的话 就要预留一点时间排队 那因为它12点开嘛 我想说我11点多去排 应该第一轮就可以进去 果不其然我去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前面三个 那进去之后呢 它的座位数真的不多 大概不到20个位置 那因为他们这个 法式吐司呢 就是你点了之后 它还要进烤箱烤 大概还要10分钟 15分钟才会上菜 所以基本上 你排要排一阵子 那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想吃真的要提早去 那他们这间店的 法式吐司 之所以厉害就在于 它烤完之后呢 外层那个面包边 就是有点脆脆的 中间非常的松软 然后它会淋一些蜂蜜在上面 另外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它会再给你一些粗盐 在另一边 然后它会教你吃法式 你先沾蜂蜜吃 吃到后面 你再去沾那个盐巴 那盐巴蛮咸的 所以因为一个法式吐司 它一上来就是单个法式吐司 没有任何什么草莓啊 或什么蓝莓粘酱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 法式吐司 但是它每一口 都会让你非常敬眼 它的那个松软度 跟它整体的调味层次 是非常的高明的 虽然它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很质朴但是你吃得到它的用心 那它们家的饮料 阿萨姆奶茶 是它们的招牌之一 那就建议大家可以一个set点起来 那另外除了法式吐司之外 如果你们是很多人去的话 也可以再加点个起司蛋糕 因为也蛮有名的 整体吃起来 它们家就是风味 是那种当地隐藏版的咖啡厅 就是不是很大一间 但是你一面呢 排队人潮 真的是络绎不绝 提供给你做参考 因为它们是2021年才开店 那最近已经变成一个爆红的小店 我之前会发现 是会看到有艺人在线洞里面 发跟他另一半去吃 后来在Thread上面 又看到有人在讨论 才知道说 哇 这间店很像 最近开始红了起来 所以我呢 刚好去韩国 就顺便去吃了一下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节目 内容对今天的主题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IG 或者是Thread跟我做互动了 就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感谢观看